在除夕的这一天 东北季风减弱 气温回升一直到初一 但气象局表示说 从初二开始 风面逐渐通过 入夜之后 寒流南下 全台气温骤降 预估最冷时间点落在了 初三的晚上到初四的清晨 那么到时候 中部以北 东北部地区 大约低温是8到10度左右 而在南部地区 还有花冬地区 气温也是蛮低的 大约是11到12度 至于在北部 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还有中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都有机会这样选 除夕这天 台北一早飘起某某细雨 随着东北季风减弱 气象局预估除夕初一温度回升 但紧接着初二 风面逐渐通过 入夜之后 寒流南下全台温度骤降 风面跟寒流影响的 这段期间的话 大多是以这个北部 跟东北部地区 可能会些局部降低的状况 初二晚上之后 随着寒流逐渐南下的 一个状况之下 那各地的天气温度上 就是会变得比较 逐渐下降的状况 那目前看起来 就是说在初三到初四 这段期间的话 是这波的 可能就影响最运行的时候 寒流报道 最冷的时间点 就落在初三晚上到初四清晨 中部以北 东北部可能下探到八到十度 南部跟华东地区 也可能只剩下十一十二度 若是在沿海空旷地区 还会再低个两度 而在初三初四时 要是水汽条件配合 气象局预估 北部两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像是太平山拉拉山 以及中部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包括雪山荷欢山 都有机会降雪 那一直到就是初五之后的话 随着这个冷空气减弱 那水气也是比较明显 减少的一个状况之下 温度上来讲 才是有逐渐回升的一个状况 气象局局长 郑明典也在脸书 PO出地面气压预测图 强调货真价实的 北极冷高压难移 而且在出了这天 就会影响到台湾 气象专家彭启明也示警 新的温度预测 比前几波都还要低 台北市低温 有机会挑战入冬新低温记录 春节期间温度落差大 提醒民众做好保暖 也务必注意家中年长者的健康 这里随陈建国台北采访报道 今天就是除夕 为了晚上的年月饭 不少民众一大早直冲南门市场 知名的熟食摊 大牌长龙 像是东坡肉 鲫鱼还有冰糖胀鸭 几乎是人手一代 高品店的业者 硬景推出了兔子豆沙包 可爱造型也受到了欢迎 店家只说 这个买气比去年成长了两成左右 但是采买民众普遍认为 物价涨蛮多的 满满人潮挤爆柜台 南门市场知名熟食摊 店家已经加派了四五十名 人手还是忙不过来 熟悉一大早 民众正好怕晚来买不到 人潮甚至排到市场外 有感觉 已经排到这里来了 因为婆婆年纪大 所以我们就买一些方便的菜回去 几乎每年都会来买 不是没有预算 没有相见 招牌菜冬坡肉 寄于冰糖酱鸭 还有年夜饭必备的 佛跳墙冰糖糯米藕等等 都很热卖 隔壁高饼店 兔子造型的包子也很热销 今年行大运 可爱小兔兔 粉色白色小兔子 里头包入甜甜豆沙馅 外表陶喜又硬景 这样子圆圆胖胖圆圆满满的 家里拜拜啦 或是需要送人的都会有 镜头转到东门市场门口这摊 港市点心店 萝卜糕烧买芝麻包 还有限量熟食也是抢翻天 不过什么都找 民众采买年菜实在很有感 又店家努力吸收成本 希望留住老顾客 变很贵 贵至少也有三四成以上 东西有变贵吗 绝对有的 对 不能试试啦 人员管制啦整种 那今年都 这些都没有这种现象 应该两成应该有吧 前年才涨二十块一斤 再来我就没有再涨了 今天买剂还可以哦还不错哦 赶在年夜饭之前最后不获备料 就算物价上涨 卖剂比往年更旺 记者黄平黄真博台报道 台中第五市场知名百元年菜摊钱 一大早就挤了满满人潮来购买 打算直接买回家当年菜 牛民众为了顺利买到年菜 前一天晚上的十二点多就已经来排队 上午不到九点 号码牌更是排到了五百多号 虽然说原物料成本大涨 不过业者坚持不涨价 业绩也比起往年成长两成左右 强强强买买买市场摊位前 民众抢着买年菜 每个人买完手上都是一大袋 上面的菜单除了没有货的都有买 价格比较便宜 然后东西也不错吃 已经来买四年了 台中第五市场知摊手工渔丸 每年除夕前固定推出百元经典年菜 年菜现煮现装 员工的手完全没停过 口口相传的好滋味 吸引民众排队疯抢 上午不到九点 号码牌已经抽到五百多号 今天早上还好 大概七点多而已 方便 回去就是加热就可以用 年菜CP值超高 经典大菜通通都有 像是猪脚佛跳墙 价格也不到三百元 老板说原物料每年都涨 今年成本更是提高两成以上 但为了坚持百元年菜的初衷 民众持续动涨 业绩管比起往年成长两成 如果这三天有点惊 之前每天都千五万千五万 我们动涨 但是我们的量 絕對不少就对了 给民众 比这个过年 先一点荷包 业者佛心菜色不马虎 全是自己的功夫菜 也佛心的坚持不涨价 当作回馈相信 要让民众花小钱 就能吃到丰富年菜 开心过新年 接着我们上闻胜炫 台中聪明道 为了省时方便 不少民众选择外带饭店年菜 台北福华大饭店 推出了当日现做现拿 日前开放预购 一开卖就有不少人抢购 业者预估今年年菜的外带业绩 大约有1500多万左右 另外随着防疫政策松绑 喜欢在饭店里头围炉的民众 人数也回升了 像是台北喜来登 金华美福饭店 光是除夕这一天 内用业绩预估破千万 饭店人员一早就绷紧神经 时间一到 领年菜的民众蜂拥而入 七七八八 好烦 想说在家里准备的话会比较麻烦 所以说都是借由外带的 这样来比较方便一点 我看所有的饭店里面 好像就有福华是有热制 每一年都会 拜拜晚我们就一起吃 不管是龙虾 鸡汤 还是年菜必吃的佛跳墙 热腾腾的年菜 一拿回家就能马上享用 台北福华大饭店 推当日现做现拿 预购开卖当天 业绩就开横盘 他们年菜开卖的时候 大概一两个月前吧 家里人准备其实都还蛮辛苦的 所以我们都会先选择一家年菜 然后再增加一些自己喜欢的菜 今年的业绩大概是来到 一千五百万左右 相较去年呢 我们整体成长是5.2% 那在整个的套数呢 也销售超过750套 随着防御政策松绑 和前两年不同 也有不少民众选择回到饭店 吃年夜饭 像是台北福华大饭店 除夕围炉内用业绩 预估约800万元 原山大饭店约900万元 军业饭店约700万元 台北喜来登 金华美福饭店 除夕单日内用业绩 预估更多试破千万元 不管内用外带 看准人气回温 饭店业也积极 强攻市场商机 接着挑战夜灵翻台北报道